台湾军方计划在2015年废除征兵制 全面实行募兵制 但分析人士批评 台湾年轻人对从军的意愿不高 加上国防经费不足 将使募兵制面临许多挑战 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台湾 扶兵役是许多年轻男性的义务 2002年台湾军方开始实行募兵制 在征募两制并行的情况下 希望推动在2015年 达成全面募兵制的目标 但是分析人士担心 从过去几年两制并行的结果看来 全面募兵制可能会面临 军援不足的问题 台湾总统马英九 最近在一场年度军事演习上 重申政府实行全面募兵制的决心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募兵制 需要的是高水准的 国军官兵怎么样能够把高科技系统的武器 非常纯熟的运用 在台北市的一个军方招募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接听查询电话 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去年台湾军方预计招募15000个军人名额 还短缺4000人 面对军援短缺的困境 尽管台湾政府已经承诺 募兵制的军人基本待遇为每个月1000美元 大约6000多块人民币 但是有兴趣的人依然不多 许多毕业生宁可进入一般就业市场 22岁的孔韵如是个例外 出身军人世家的她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就决定投笔从容 我是受到家人的影响 那我也觉得在军中发展也不错 那我是大学刚毕业 在募兵中心旁 就是台湾的知名学府台湾大学 一位正在球场上打球的学生说 虽然两岸关系已经和缓 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走进职业场所 而不是上战场 尽量避免打仗 因为打仗就会造成很多时尚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黄介正认为 虽然许多人质疑 全面募兵制的可行性 但是台湾别无选择 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 因为台湾人口结构的改变 以及非常低的出生率 征兵制终将面临全面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 台湾政府非常有勇气 做出募兵制的决定 现在还不会太迟 黄介正相信 只要政府在未来几年 提高军费预算 募兵制的目标应该可以达成 他也建议政府提高军人的工作条件和培训 让他们在退役后 有能力进入新的职业 美国精 BOA卫视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